經過四個月的不懈努力 終於是辦了兩本護照 然後申請了兩份生根籤 接下來就開啟歐洲的行程了 大家好我是天外 我現在是在國內 今年三月份三月底就回國了 到現在已經將近四個月了 這次回國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辦生根籤去歐洲 當時是想三月底回國 然後四月份辦生根籤 然後五月份就開始到歐洲去 今天是想到北歐那邊去嘛 就想到夏天過去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沒想到這個生根籤 一弄弄了我將近四個月 經過四個月的不懈努力 終於是辦了兩本護照 然後申請了兩份生根籤 接下來就開啟歐洲的行程了 為什麼弄了兩本護照 為什麼弄了四個月 是因為第一次我申請匈牙利 從匈牙利入境 然後就在那個行程計劃裏面 寫了好幾個國家 那個匈牙利就直接記簽 他就理由就說 他不能 保證 我可以通過下一個 那個生根籤 進入下一個國 那個目的地 其實那個生根籤 這幾個國 這幾十個國家 他們是沒有邊境管制的 但他說這句話的意思 就是他不能去審批其他國家的行程 後來我就重新申請了希臘的 我就單獨申請希臘一個國家的行程 就批下來了 第二次申請 現在第二次申請批下來了 這就已經快 一七一來就沒搞 就接近兩個月了 大概是在5月底 5月23還是24號 希臘的領事館 廣州領事館 就把我的護照交給了郵局 就往雲南這邊寄 一直到5月底 快到6月份了 我還沒收到 然後我就打電話 我就查了一下 物流信息 物流到了昆明之後 就沒有下文了 我就一直打電話 去催這個郵局 來來回回的 又打 又是電話 又是網上客服的 催催了 一兩天 他們那邊確認說 我的護照已經被寄丟了 我問那個廣州領事館 希臘的廣州領事館 我就說 我現在郵局告訴我 我的護照已經寄丟了 那我重新辦了一本 這個新的護照 能不能就把 那個簽證重新把它 就相當於補貼一次嗎 使館回覆說 這個簽證下來了之後 這個案子就算是結了 只能是重新辦理護照 重新申請 然後我就 又馬上去申請了 新的護照 然後又準備 第二次申請這個申根簽 尤其這邊呢 他就開始進入 這個理排程序 他最終承諾的是 要賠償我這個郵費的 7倍 7倍郵費的這個 排償金 我說那怎麼可能 我這個護照 我光簽證就花了1000多 然後我還要來來回回 路費 然後這些 補辦護照的 費用加起來 我就跟他列了一個 我直接看得見的 這個經濟損失 就1000多 將近2000塊錢 我說還有這個護照 因為我這個護照裏面有幾十個國家的這個章 現在埋了 你幫我去丟了 還影響我後面申請其他國家簽證 我這麼一去跟他那個 是 李培的 人員 他說 那我再回去 那我再上雲南那邊的郵局再去找一找 然後一混十幾天過去了 我新的護照拿到了 我也遞交了資料申請新的簽證了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郵局又把我的舊的護照寄回來了 寄過來了 因為我已經申請了這個新的護照 舊的護照 他就相當於 就掛石作廢了嘛 那他寄過來也沒用了 就這樣我就申請了三次 生根錢 被寄了一次 然後 批了兩次 花了三次的錢 一次1000多 就將近 還有我申請這個生根簽 後面 後面是有一個機票 忘記退了 1000多塊錢 忘記退了 這樣我其實前前後後 弄這個生根簽 我就弄了將近5000塊錢 最後是拿著兩本護照 一本舊護照 一本新護照 然後 兩份生根簽 當然就是前面那份也是作廢了 沒什麽用了 因為你護照已經不能用了 護照 就已經是作廢了嘛 好像已經很久沒有更新視頻了 就中途 租了輛車在雲南轉了一下 然後拍了一些素材 加上我之前 前兩年在雲南拍的一些素材 就撿了一集 航拍雲南 好像把這個視頻 剔除掉的話 應該斷根 將近兩個月 之所以這樣斷根 很重要一個原因 就是 我好像還沒有完全的職業化 如果我自己不出去 理情 我就 好像 專門為了拍視頻 我就感覺找不到興奮點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覺得還是 人比較懶 包括我不直播 不帶貨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懶 因為還有好多朋友 在留言 評論 想落天外是 理由博主 或者說視頻博主的楷模 不直播 不求打賞 然後 不帶貨 啥啥啥啥的 我非常感謝 我知道他們表達的是對我的一種喜愛 我內心是非常感謝 但是說實話 我自己都不裝 大家就不要替我裝了 你要說是出於什麼愛好 出於什麼情懷 在你偶爾去拍一個兩個可以 既然這樣長時間 得去拍視頻 發佈 那就肯定是 為了賺 肯定是為了去賺錢的了 我自己對自己還是 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不是說是 有朋友真的這麼吹捧一下 我就 自己內心覺得自己是什麼 諧音野後了 其實大家都是 凡夫俗子 都是要 油鹽柴米都是需要賺錢吃飯的 步入這個行業的 這個過程 其實真正就很簡單了 就是想要出去 環遊世界 然後就想 想什麼樣東西 既可以環遊世界 又可以把這個禮費給賺回來 當時自媒體還 比較虎嘛 就這樣自然而然 就步入了這個行業 我19年拍視頻 到現在已經是第四個年頭了 四年來 我從來沒有忘記過 自己的初心 但是拍視頻的初心 就是為了賺錢 賺錢的目的 就是為了出去 環遊世界 蠻多人就覺得 好像 一聽說賺錢 就好像有點鄙視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這種心理 因為 賺錢 包括那個商業化 包括商業化這個詞 好多人也說 那個地方太商業化了 什麼商業化了 感覺就 比較鄙視 比較反感 這個原因是 值得 值得探討的 賺錢 或者商業化 並不意味 你可以不擇手段 你可以去 坑蒙 拐騙 用正當的手段 去賺錢 去謀起自己的利益 在一個正常社會 應該是一個 被尊重 甚至應該是 被鼓勵的行為 才對呀 接下來 開始 歐洲的行程 也就意味著 後面會 陸陸續續更新 好吧 那咱們就 下期 歐洲見了 謝謝